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尝试打门 匹球验声入网 球尖了 黄马的进攻真是势如破竹 已经领先对手两球了 但对手不但整条防线被击溃 我觉得心理上的防线也已经是土崩瓦解了 恩东被来 埃米尔黑边 齐索科 球被黄马队员得到 卡塞米罗 好机会 巴特里克 赫尔曼 双方分叉已经拉得很开了 阿尔德 维雷尔德给队友送出一记妙传 巴特里克 赫尔曼 维雷尔德 卡塞米罗 进去里面对大门 感觉他这一门心思都用在如何发力上了 是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射门偏的离谱 嗯 球被黄马队员得到 他的马球打进马 射门偏出力助太多了 埃里克戴亚 绝佳的机会 漂亮进了 这是他今天打进的第三例进球 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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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布逊 阿里凯恩 巴特里克 赫尔曼 维尔纳 机会脱手可得了 罗里斯上演了一次精彩的普球 身边有机会 就偏出力助一点啊 把球交给了对手 机会不错 巴特里克赫尔曼 双方悬树的实力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蒂莫维尔纳 卡塞米罗送出一记妙传 伯纳多协尔网 这似乎有直接突破的空间 他很失望啊 一个绝佳的进球 被吹了越位 从回方来看 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 但的确是越位 啊 黄马拿到了皮球 罗斯 脚下这个动作真快啊 真漂亮 嗯 破门凉机 漂亮的防守警报解除了 好机会 好机会 丹尼罗斯 比赛才进行到一半就打出这么大的分差呀 北边 恩东贝来 45分钟的比赛结束了 双方打出了难得一见的比分啊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经过了噩梦般的上半场之后呢 他们下半场状态会有所好转吗 漂亮的传球 雷杰卡尔德 不错 分差太大了 安德罗罗伯逊 成功代球 争取了防守 这个球偏的呀 也太离谱了 这根本没有给文匠造成任何威胁嘛 连球位在哪儿可能都没搞清楚 只顾发力不看大门啊 嘿嘿 雷杰卡尔德罗。 雷杰卡尔德罗企 attivo 隐忠 降低一点力量 兼顾一下精准度 回边 黄马拿到了皮球 乌磊 乌磊 必进球啊 阿塞米罗 一样还有机会 恩东贝来 球被黄马队员得到 球权转换 漂亮的翻墙 球又回到了他的脚下 这属于我丢掉的 我一定要抢回来 塞尔道里 恩东贝来 黄马拿到了皮球 卡塞米罗送出一记妙传 罗布逊 进局里面对大门 球交给了李杰卡尔德 破门了 又进球 帽子系法了 恩东贝来 北边 恩东贝来 埃里克拉梅拉 就在他们脚下了 凯恩 把球权是拱手相让 角度虽然很正 但是这个位置 起脚打门的话 会不会稍微 感觉远了点呢 这球回座给门将 缓一缓比赛节奏啊 明显的机会 诶 门将怎么了 带 带球出击 看看能不能创造破门的机会 球进了 球进了 他用这里进球证明了 即使防守 再严密也无法阻挡他呀 全场比赛马上结束 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 埃里克戴尔 回边 维吉尔 范迪克 纳瓦斯 全场比赛结束 主队今天捍卫了主场 拿下了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